大家好 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7月3日 星期六 昨天我講粗口沒什麼人罵 我無所謂 多謝你們 我老闆叫我正正經報新聞 我今天試一下正經報新聞 什麼都不說 我報完就算了 多謝你們 銅鑼灣刺警案 受傷警員傷勢穩定 銅鑼灣七一警員遇襲案 受傷的28歲警員 依然在瑪麗醫院留意情況轉為穩定 維他奶昨天發出公告 證實在銅鑼灣用刀襲擊 致殘死亡的50歲兒胸梁建輝 是公司的採購主任 在屯門的辦公室上班 通告提到死者不幸逝世 公司會向他家人深切慰問 會提供協助 但有關通告被內地網民批評為支持恐怖分子呼籲抵制 有內地藝人也隨即宣佈和維他奶的品牌 停止一切合作 維他奶期後在微博再發表鄭重聲明 指注意到星期四發生的案件 警方昨天都去到集團的辦事處 集團全力支持警方根據 港區國安法的全面調查 集團的營運維他奶有限公司 都全力支持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繁榮穩定 這條內文就未有開啟留言功能 今天維他奶集團在維他VITA官方微博發表聲明指 我們注意到一份與7月1日發生於香港事件有關的檔案在網絡流傳 我們對此嚴正聲明 網上流傳有關的文件 並沒有經過維他奶集團的官方批覆和發佈 並指該全黨由一位員工私下讚寫 並內部轉發是未經授權的 都沒有尊重維他奶集團的內部審批流程 而有關的審批程式是為了確保 該公司溝通正確而恰當的 維他奶集團聲明指出 網上流傳的檔案所使用的措辭極不恰當 未經維他奶集團標準的審批流程批復 該員工個人讚寫的內容本應不該公開 更不應在公司內部發佈 目前維他奶政調查事件 並保留追究該員工的法律責任權利 聲明指出 對有關事件被各界造成的困擾和不滿 維他奶集團以誠致的協議 我們長期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我們嚴厲譴責 暴力和破壞香港社會安定的行為 正如我們在聲明所說 我們將全力支持配合香港警方和香港政府 根據國安法對7月1日事件進行的徹底調查 7.1銅鑼灣刺警案 受傷警員 傷勢轉為穩定 他現在28歲的警員 仍在馬黎醫院求醫的情況轉為穩定 恭喜他 鄧炳強 保安局局長 出席活動 今天出席活動 再次回應這個襲警案 他譴責有人英雄化疑兇的暴力行為 亦有人稱他為烈士 企圖繼續煽動仇恨 鼓吹暴力及美化恐怖主義 他又指 見到昨天有家長大同子女去事發現場企圖悼念恐怖分子 形容是令人心寒 鄧炳強指 嚴重譴責在背後美化恐怖主義及鼓勵更多人 作出暴力行為的人 保安局會聯同其他政府部門及紀律部隊 聯手打擊恐怖行為 希望社會要認清現實 局方亦會調查在網上鼓吹及贊同暴力行為的人 強調在現實犯法的事 在網上亦都會犯法 並指會善用現有機制條例 包括港區國安法針對犯罪行為 李家超司長今天發表首篇網誌 內容提及7月1日發生的刺警案 李在網址指出 網上有人鼓吹支持涉嫌企圖謀殺警員的兇手 包括所謂的悼念獻花 有關行為無疑繼續鼓吹破壞 威脅香港的安全和秩序 任何人鼓吹或煽動恐怖活動更可能觸及香港國安法的恐怖活動罪 是極其嚴重的罪行 李逐指政府會嚴厲打擊本土的恐怖主義 並呼籲市民對可疑人物或物件作出舉報 及在安全情況下配合警方的執法 警方也呼籲前線就密毒行行單必 即是不要一個人行單必 賢學施政三成員七一被捕 黃日戰等二人獲准保釋 七一當日警方拘捕的賢學施政三名成員 其中兩人獲准保釋 獲准保釋的包括賢學施政的召集人黃日戰 晚上離開旺角警署 他說自己七一當日 在旺角並沒有手持任何宣傳物和旗次等 便被指為煽動 形容警方的拘捕是欲加之罪 黃日戰獲准以五千元保釋 九月二日再報導 今天是陳振聰先生的放監時間 陳振聰行為良好 服刑八年後提早獲釋 往博富林到墳場拜祭亡武 因爲做華茂已故主席龔如森的遺囑 被判監十二年的商人陳振聰 行為良好提早獲釋 離開赤柱監獄 八年的鐵槍生涯結束 陳振聰坐懲教署人員駕駛的車輛 離開赤柱監獄 他手上除了拿了些個人物品 還有一本聖經 他的長子弟弟陳振國 以及牧師林爾洛 都等在門外迎接 逐一擁抱 送上一幅畫有蓮花的油畫 陳振聰就說離開了 多謝大家 辛苦了 可以的可以的 陳振聰之後搭私家車去博富林墳場拜祭媽媽 他說他要適應一下 他現在有少少暈車浪 我想都沒想過會暈車浪的了 掛念子女 太太 掛念家人 掛念朋友 掛念媽媽更多 因爲媽媽離世後都沒機會再見 跪拜之後 牧師林爾洛跟他討告 與弟弟再去北角找朋友聚焦 涉嫌前年的反修禮遊行後非法集結 四男一女被判罪成 前年6月9日民陣發起反修禮遊行結束後 有示威者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外一帶集結 到凌晨有示威者涉嫌指罵警員和向警員丟水瓶 六男一女涉及當日被控非法集結 其中四男一女中午在沙田法院被判罪成 還押至16日判刑 其餘兩男罪名不成立 各被告被控於前年6月10日在灣仔告示打道或在 告示打道的柯布林道天橋附近參與非法集結 裁判官崔美霞裁決時指 案中有6名被告在非法集結現場被捕 必然得色人群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 他們仍身處現場 唯一合理的推斷是他們與其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的共同目的 裁判官又說 又以未能穩妥地接納拘捕警員的證供 和控方未能達致毫無合理疑點的理由 分別判同案的兩名被告罪名不成立 今天美夫新村發生一宗搶槍案 今天下午1點多 一名男子在港鐵美夫站施宜出口外 自言自語 其間指罵途人及頭摘玻璃瓶 又推跌垃圾桶搗亂 有市民見他行為失常 擔心演變成血流事件 逐暗中報警及保持他來觀察男子的動向 警員接報到場 發現男子逃入美夫新村 白魯匯街一間超市裏面 上前折查期間有人突然發難 苦身向警員腰間抬抬 並觸及配槍 現場警員反應敏捷 旋職合力將其制服 其間男子已躲受傷 在地上流下攤血 警方在攝氏男子姓黃的33歲 沒有發現武器和可疑物品 經調查後以企圖盜涉將他拘捕 將進一步調查其精神狀況和背景等 黃聖事主其後由救護車送院檢查致理 事件中沒有警員受傷 根據現場片段所示 警員制服攝氏男子的期間 對方懷疑情緒激動 撲向警員腰間 而拔出其配槍 危急下有警員以盾牌壓制男子 又合力將男子抱起搭向地面 據悉當時亦有熱心市民從旁協助 那今天我組了交稿 暫時到此為止 那大家覺得我今天報得好嗎 你可以跟我老闆說 或者我就這樣報新聞 可能因為Tony叫我就這樣 Tony Zha 就這樣叫我報新聞 他說不要說那麼多東西 就這樣報新聞 大家覺得怎樣 如果懂Tony的人可以給他一些意見 你就這樣留言 可能Tony不看 那我如果是這樣 我都以後照樣報 因為上司的要求我沒有辦法 那留言給我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好啦 那留言給我 或者如果認識Tony的人 可以跟他說一下我應該怎麼做 因為我昨天被他肥了一段 無緣無故 多謝大家 記得收看我們的節目 多謝大家 拜拜